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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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著俄羅斯芭比之稱的超模 Natalia Bodianova 最近正式成為LVMH集團的太子妃 出生於俄羅斯貧苦家庭的她 是如何從街邊賣水果的水果妹 而晉升成為世界超模呢 請看一下我們的報導 Natalia生在俄羅斯的貧窮工業小鎮 由於她的父親遺棄了她們 母親為了養活三個女兒 必須做好幾份工作 因此身為長女的Natalia 在小時候就必須學會照顧妹妹 而其中一位還患有重度腦麻以及自閉症 為了幫忙家計 她11歲時就與母親一同在街邊賣水果 同時還要應付常來收取保護費的黑道 當生意不好時 連溫飽都是件奢侈的事 因此她在很小的時候 就看盡了人情的冷暖 16歲時因為家計以及當時的男友鼓勵下 進入了莫斯科的摩特爾學校 三個月後在一次法國摩特爾經紀公司的試鏡會上 她被一位曾經發掘許多超模的攝影師向眾 Natalia只花了三個月學英文 然後就被送往巴黎工作 她在一次的訪談當中回憶到 當她第一次從莫斯科飛往巴黎的飛機餐 在那時是她有生以來吃過最好吃的餐點 剛到巴黎的前幾個月 Natalia的摩特爾之路並不太順利 往往賺來的錢只夠支付房租與食物 剩下的就寄回家給母親 漸漸打開知名度之後 17歲那年 她已走過了200多場各大品牌的服裝秀 因此獲得了Supernova的稱號 19歲時她已揭曉了 包括Louis Vuitton Gucci 巴黎萊亞 Mark Jacobs Kelvin Klein Stella McCartney 以及焦蘭等各大品牌的代言 此外她還創下了 巴黎幫Kelvin Klein代言的紀錄 而且代言費也創下當時的新高 Natalia以稚氣的娃娃臉席卷時尚界 成為精靈超模的始祖 2012年她還被副比式雜誌選為 世界收入前三高的模特兒 19歲的Natalia在一場晚宴中 邂逅了英國貴族Justin Portman 並在同年11月與莫斯科舉辦一場 如童話般的盛搭婚禮 即使嫁給貴族 Natalia沒有因此放棄事業 因為從小受到母親的影響 Natalia認為女人要經濟獨立 因此她在懷大兒子時 停著七個月的身運還在工作 而且才後六個星期就重回伸展台走秀 Natalia從來不會因為進入豪門 而放棄自己的事業 即使因為要兼顧家庭與慈善事業 而處於半退休的狀態 她依然是世界收入前五名的模特兒 而且將所賺的錢投入慈善事業 2004年因為貝斯蘭人質事件 車程武裝分子到一所中學 瑕疵1200位失身 造成300多位人質死亡 700多位受傷 Natalia當時在電視前痛哭失身 因此她於2005年成立 Naked Heart Foundation 旨在幫助貧苦家庭中的孩子 並提供一個安全又具啟發性的遊樂場 給他們 特別是生障的孩子 因為Natalia認為 小朋友透過玩耍的過程中 可暫時讓他們忘去的煩惱 所以我感覺到 玩耍其實是很重要的 治療的過程 每個孩子只要健康發展 都需要玩耍 但從那一開始的玩耍 我經常想到 孩子有特別的需要 我經常想到 這個環境的環境 Naked Heart Foundation 從2006年至今 已在俄羅斯建立了 100多座的兒童遊樂場 而這項計畫 也將拓展到 全球其他的國家 其目標是在全球建立 500多座遊樂場 Natalia與Justin Portman 共生了三個孩子 但後來 據傳聞是因為 當時的丈夫 仕途又外遇 這段十年的婚姻 因此劃下了休止符 2011年剛離婚的Natalia 因為拍攝 Louis Vuitton 二遇LVMH集團主席的大兒子 Antoine Arno相遇 據說南方當時對他一見鍾情 這對才子家人很快地陷入熱戀 而Antoine對Natalia與前夫所生的三個小孩 勢如己出 兩人還常常攜手出席自家品牌的服裝秀 每次一現身總是媒體追逐的焦點 而Antoine也常常陪Natalia到世界各地做慈善 並在背後支持她 Natalia在2014年與2016年為她生下兩個兒子 由於他們愛情長跑多年 卻遲遲未結婚 因此有人說要加入LVMH集團 比加入皇室還難 但這對家偶終於在前幾天 於巴黎正式完成結婚登記 Natalia穿著俄羅斯設計師的高級定制服 簡潔的白色大寬肩以及刺繡設計 顯得典雅又時尚 新郎則穿著自家品牌的 Baluti西裝 這對新人幸福滿滿的攜手走出市政廳 接受親友的祝賀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的婚禮有可能延至一年舉辦 飛上枝頭當鳳凰的故事比比皆是 但Natalia的卻很不一樣 因為她從不放棄自己的事業 認為兩人平等才能使關係更健康 可說是新女性的代表 謝謝大家的觀賞 歡迎按讚留言以及分享本影片 也請別忘了訂閱 一緒台灣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見